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着咖啡的好地方 那他收集的这个黑教里面 也有很大量的是爵士乐的这个收藏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要慢慢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欢迎到我们目前是烟花的创办人 小高哥欢迎 大家好 欢迎小高哥 大家都在这个民间谣传说 有一个传奇的咖啡人物 就是小高哥 最早一开始听到小高哥 其实是因为一席 一席对一席非常特别 我们可以请小高哥 这个跟大家回顾一下 一席在做的事情吗 一席那时候 其实是大概2017年左右吧 是 应该更早 就是我 对2017年 2017年那个时候 刚好我是在隔壁 有一个空间是在卖咖喱 是 对 然后偶然有一个机会 出现了一个只有一瓶班的空间 一瓶班 对一瓶班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小 但是我又不希望说它好像是变成是外带店客人来拿了饮料就走 所以那个时候白天我要顾咖喱店我只能够开晚上的时间 我就把它设计成是一个人一个座位的咖啡馆 只有一个位置 只有一个位置 而且在深夜时候 通常我们是下午六点开始 但是我就没有说大量时间 所以就有时候会超过十二点 一点两点 最最夸张的一次是开到早上四点多快五点 所以是那一位客人 就一位客人 一直聊到早上四点 应该是一堆客人 一堆客人 难怪大家对于这件事情觉得那么特别 那时候取名字叫一席 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巧合 我一开始并不是说是希望说 以一个位置好像当成一个主题去号召 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空间 我可以使用多久 再过来就是 也不知道说我中间这个做咖啡的这个机会 其实它是我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 那只是希望说将来就算这个店不见了 在大家心里面 这个店还是会占有小小的一席之地 是它的确是在大家这个心中是一个亮点 对而且现在虽然它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大家还是印象很深刻 时不时就会提到一席这个位置 对啊 小哥哥其实做咖啡很久了 对不对 也还好就大概二十多年 二十几年 所以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做咖啡 是然后这中间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空间 对不同空间的营运 但目前呢落脚是在大道成 对 对烟花其实一开始不是在大道成 没错 对 一开始我们的烟啊 是草字头 是一个鱼式的鱼 嗯 那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松烟嘛 松烟 那我们的店本来是在松烟 是 对 松烟那个时候有一个月月书店 邀请我们去它的长廊进驻 嗯 所以那个时候希望说不管说是松烟那个空间或是台湾的烟业啊 其实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从没有到有 嗯 又到翻身 嗯 翻身到衰退 是 衰退到消失 消失之后再重生 嗯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期待我们在使用的那个长廊啊 它可以重新像烟花一样再次升开 哦 所以那个时候才取名字叫烟花这个名字 叫做烟花 是烟花的名字后面还有一小段 这个英文以及数字叫做OPEE8.2 是 对 这请小高哥也介绍一下 OPEE8.2其实是布朗姆斯的晚年的一个曲子 嗯 对 那据说啦 他自己没有承认 就是说哎 这个曲子当初是有点写给克拉拉 哦 就是舒曼的太太 是 对 是 那那个也是一个巧合 因为我当初我坐在那个长廊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的中文名字已经确定叫做烟花 但是呢 我又不希望直接翻译了以后就变成好像是英文名字 嗯 对 那长久以来我自己开店的习惯一定都会有一个中文名字 一个英文名字 因为中文名字啊 对台湾人来讲它好记 嗯 对 好找 对 好搜寻 但是对外国人来讲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看韩文就是两个图块 看不懂的 对 看不懂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哦 取一个英文的名字 像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哦 对 那但是我刚提到 直接翻译好像就没什么意思 嗯 所以那时候就坐在那个场廊下 刚好我记得是傍晚差不多是四五点 是 然后外面的灯也慢慢慢慢亮起来 嗯 天色慢慢变暗 然后风吹了那个树影啊 在窗口一边咬 是 突然脑子里面就散过这首曲子 哎 8.2 对 那就决定拿这个编号啊 来当成我们英文的店名 原来如此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名字 这首歌自己来找小高哥了 对 说哎 不如就用我来当英文的名字吧 哈哈哈 也有一点点就是回想到 我刚刚有提到 在开一席的同事物 开一个咖喱店 是 那那个咖喱店其实 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嗯 有一个呃 很喜欢的朋友 他刚好有一场音乐会 他在动物 学音乐 对 那最后毕业的时候 他有办一个音乐展 嗯 这个曲子啊 就是他那个音乐会的安口曲 哇 所以是很好的朋友 对 他的音乐会的安口曲 这样 嗯 也许也刚好是这个巧合 嗯 就很多巧合 就这样抽在一块 嗯 嗯 所以一席跟咖喱店都结束了 是 然后本来大家正在这个 怨探说再也喝不到 很好喝的康宝兰之类的 对 那我们就看到烟花惊喜诞生 这样 但是 在中烟不久之后 怎么会又一道大道成呢 呃 烟花那个时候 开的时候 也是刚好 疫情爆发一段时间 是 对 那 那五月份 我们是 我记得我二月份 那年的过年刚好是 二月份 对 那我们是赶着年初二 跟整个松岩的元气 元气一起开 是 那到了五月份啊 台湾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 呃 警戒升到三级 对对对 所有的餐业通通都要停摆 是 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必须要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嗯 所以就五月份就先停下来 那停下来 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收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有几个 包括我自己店里面的伙伴 包括附近的店家 嗯 我们还有做一个 很好玩的外送计划 叫 甘苦人B计划 甘苦人 对 甘苦人 对 那个时候就把我们的东西 饮品都装到玻璃瓶里面 嗯 送到客人的手上 哦 对 那这样子 我们在路边交易 也比较尽量避免接触 是 那那个客人 饮品之间的手还要先消毒 哦 是是是 一直等 等到大概七月底 听说八月份要解封了 嗯 解封了 可是 邀请我们去进驻的书店 我刚刚提到柳柳书店 对 他们觉得短期之内送颜 应该没有客人 啊 所以就决定说 他们要离开那个环境 他们是因为书店决定要休息了 书店还有包括那个时候在生态池旁边有琉璃工房啊 对 也是新乐园一个很大的餐厅 嗯 大家都觉得那边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在那边经营 哇 所以都陆续都离开 是是是是 所以是整个团队大家都一起撤掉 是是 嗯 后来我们就要在外面另外寻觅新的空间嘛 对 对 然后去到达岛城 其实本来是要跟一个朋友接他的一楼 嗯 就暂时在那边寄人一下 是 对 那后来中间也发生一些插曲 嗯 然后介绍到之前我们还没有搬前绿色的烟花那个空间 是 他就决定在那边捞脚 哦 对 这是让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一下 一开始呢是在绿色的烟花 绿色的烟花 对 然后现在呢有一个新的空间是三层楼的 是 对我们叫它红烟花 红烟花 是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扩增空间成为 就是有三加一 三加一 对 其实也有点不得已啊 因为疫情其实大家一定都会有受到伤害 是 但是呢现在慢慢疫情也解锋 然后尤其像迪华街 而且它是一个很有火力的地方 是 然后想我们每天在那边也很多的观光客 嗯 那原本就有意识到如果原先的店面空间非常小 对 大概只有六个位置 嗯 往往客人来要等很久 是 那我们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 嗯 去年的下半年啊 其实就陆续有在看 是不是可以离现在原本有的烟花的空间 不要太远再找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对 对 结果刚好就在写对面 啊 刚好就就 也在附近的一些邻居的帮忙之下 啊 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是 是 所以现在这个空间大大的扩充了 是 对 我们先来听这个小高哥推荐的歌曲 听完之后再来聊聊我们新的烟花 这个绿烟花以及红烟花当中到底 安排哪一些惊喜 对 这首歌曲是来自Nekinco的Unforgettable 这个小高哥推荐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应该算是我开始听爵士的第一首曲子 真的 啊 有一部电影叫不夜城 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 他是那个金城武到日本也要拍的第二部电影 嗯 对 然后他的导演是磁心咒 里面有出现三段 是 都是用这个曲子当做音乐的背景 哦 所以那也是你第一次听到说 哦 这是爵士乐 是 怎么好听 这样 原来如此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爵士知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简世民 今天在节目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在大稻城的烟花 OP118.2的创办人 也是老板 小高哥 欢迎 谢谢 来我们回到节目中了 继续来聊聊关于烟花 是 对 搬家之后的烟花对我来说是个大惊喜 因为里面放了准勉强的黑胶 哇 然后每次走进店里面都可能会正好放着我很喜欢的音乐 这样 所以 他的样貌真的很像我们对于日本吃茶店的想象 所以 小高哥是刻意这么做的吗 其实 其实并不是刻意 是 我会接触到黑胶唱片其实也是一个意外 嗯 一开始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他的封面够大 我随便放在一个墙角看起来 好看 都自己觉得赏心悦目 好看 然后开始就慢慢慢慢 因为咖啡店里面也好 或者说像以前卖咖喱饭也好 我总是需要有些音乐去当润滑剂 对 那开始慢慢接触黑胶以后 就有一段时间呢 是很疯狂在找 什么样的类型音乐适合放在咖啡店啊 或是咖喱店 哦 所以原本是基于这个理由开始收的 对 那对我来讲 我比较不是说 哦 听黑胶的音质很温暖啊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在店里面用的器材 也没有办法说到很讲究的一个 一个像那种视听式的等级 所以通常 我们大部分还是拿来当作 店里面的一个背景的声音 是 对 那但 不是表示它不重要 那我们有时候会用音乐的内容 去控制来的客人的一个情绪 哦 是的是的 他也很有这个效果 是 嗯 对 我们常常讲说氛围氛围 我觉得两个东西是最直接的 一个就是灯光 眼睛看得到的 是 然后一个就是音乐 音乐 听得到的 再过来才是比如说 气味啦 或者说我们拿个餐具触觉的东西 哦 是 是先从眼睛跟耳朵 对 对可以改变他的心情 是 是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 因为你要去播唱片 嗯 你要去买唱片 他也必须要有一些费用 对 对 那就开始会想要去做一些功课 究竟这个作曲家 或是这个演唱者 嗯 他大概是什么年代 什么样子的背景 嗯 然后我记得那那那一两年 刚开始结束的时候 刚好就是有很多爵士乐手的相关的电影 哦 像赫贝克啦 对 像赫贝克 像莉娜西蒙 哦 或者说像有一些很有名我们常常听到比较 popular的一些歌手 是 那时候就开始出了一些电影 专机电影 嗯 嗯 对 看那些电影以后 你再回来听 你会发现 哦 原来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原来他们想要透过音乐表达的 就有点像导读一样 对 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一个乐趣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听了比较多的爵士乐 嗯 开始慢慢去接触 但是其实很多啊 都是跟一些 比如说来店里面吃饭的客人 我们交换一些听的经验 从他们身上去学到很多东西 原来如此 所以小高哥的收藏 有蛮大一部分真的都是爵士乐的 黑角 爵士乐 对 嗯 大概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东西 嗯 是在我的范围之外 是 对 我听他应该还是在比较早期的 不管有vocal或是演奏为主 是是是 就是会有你喜欢的一个 一个部分啦 因为爵士乐的风格太多了 对 对啊 他这一百年一直变化 是 嗯 这个从我们今天节目中 大家会听到的音乐就可以发现 小高哥的收藏都是 很舒服的 对 然后可以让大家情绪放松的 这个方向多一些 对 对 我觉得他随时在咖啡店里面是比较容易播放 是 那当然有一些很棒的曲子 嗯 可是他可能来的 音的对比比较大啦 对 或者说他比较急促啊 嗯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让大家在我的空间去聆听 当然我自己私底下还会听的 私底下听的 嗯 是是 那也不只爵士乐对不对 你也收一些日本的City Pop了吗 也有 古典乐 但是不会太多 是 那古典乐的话 就好像刚刚讲 我们是一个音乐的空间 对 有时候你很难在店里面放种交响乐 很难 对 他需要讲究对位啦 然后音量不大小声 嗯 那我在店里面选的古典乐 大部分都是比较单于乐器演奏 或者像三长座的一些曲子 就是编制再简单一点 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嗯嗯 那也希望说大家来这个环境听 他是可以比较放松 是是 所以不知不觉 他是一整面墙的黑胶诶 哈哈哈哈 本来都是放在家里客厅 然后一直累积起来 就是放到真的 也被也被我女朋友 哈哈哈哈 怎么会那么多 你赶快带一些走 哦 赶快赶快赶快清一些调 哈哈哈哈 那后来选一选 发现哎糟糕 每一块都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对 没有办法清掉 那我觉得收黑胶 大概我面临到最大问题 就是他真的在空间 他是 所以就决定开一间店来放 原来如此 他就正大光明度的油 可以继续 可以收更多 对对对对 尤其你现在有三加一的空间 可以买更多黑胶 对所以原本在绿色的烟花的时候 我们一走进去右手边 真的是蛮勉强都是 其实也还好 因为台湾很多收藏家 都是那种十万片起调 我们也不敢讲 很多人说 哎老板 这是你的收藏 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些都是大家可以一起听的 是分享用的 所以我的唱片几乎都是裁缝过的 是 有的收藏家 他可能喜欢的唱片 会买三片 哦对不裁缝的 对一片裁缝 然后万一听坏了 我还有另外一片当中备用的 然后有一片就是完全不裁缝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哎出来网络上我有这个东西 谁要谁要 高价再买出去 一次买三片的价格 三片都一起回来了 对 但是我的店里面的方向 其实是 大家有看到喜欢的音乐 适合的情况 我都很愿意替大家播放 哦对 所以他也可以走进去 然后翻一翻说 哎我想要听这片 对 马上就可以放了 对 对 不过通常像华语啊 或者说像一些比较摇滚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你们如果可以坐到五点 五点以后我帮你们放 哦 哦 深夜之后再欢乐一点吗 就是大概天 天色比较暗下来 对 哦 可以换一个情绪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也可以带着自己的黑胶去放 哎 也有客人带自己的黑胶来 也是可以 我曾经遇到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几年前 客人 她几年前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 嗯 现场买了两块黑胶 是 但她始终没有裁缝 对 是她的小收藏 对 她的收藏 但她从来没有听过 她就说 小瓜小瓜 我会不会借你的那个 那个唱盘来播放 我说好啊 嗯 就我们一放下去 她说哦 原来黑胶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声音 她从来没有听过啊 她都是听串流 可是那个时候 她去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 就是为了支持张学友 她就买了那两片 是 一个这个支持偶像的心情 对对对对 然后听了之后 该不会就开了一个新的门了 她就发现说 原来黑胶听起来这么立体 对 这么像现场 哈哈哈哈 她应该短期间会想 要听的时候还是会拿过来 拿过来听 嗯 对我们在现场 除了很大量的收藏之外 我们有黑胶机 然后有比较大颗的喇叭 大颗一点的 大颗一点的 所以真的是可以听得到 对 小瓜哥是客气啦 大家就是到现场 你如果到目前为止 都只听串流的人 你应该会有点惊讶 说哦 原来黑胶听起来真的不一样 对啊 有一种清零现场的感觉 如果说 严格讲起来 你要去听黑胶跟串流的差异性的话 其实我们店里面的设备 其实还不够 可能还不够 嗯 还不够 真的长家 他们会买到很高阶的 是 对啊 听起来非常立体这样 对 但是在一个这个空间 然后放松 享受一个下午 已经非常足够了 是 对啊 尤其是这个气氛啊 很多人就会 如果常常在日本旅游的人 就会很喜欢说 哦 日本他们都有这种吃茶文化 大家会在店里面 听好听的音乐 然后喝咖啡 吃点心这样 对 我们在烟花也是 可以得到类似的享受 希望 希望大家来这边 也都可以 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落 然后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是 是 喜欢音乐的人 都会一直往这个烟花集中 我发现我去了几次 现场也真的很多 都是音乐人 对啊 台北其实 以目前来讲 确实有很多 很适合听音乐的空间 是 那当然大家扮演的角色不同 我也曾经遇到那种 哇 很高档的机器 对 然后再 比如说你进去 他是要收门票 然后再付咖啡钱 也是有 也是有这种 也是有 就给你很高阶的享受 对 但是在烟花 我们是平静人 比较轻松 规矩的坐在某一些位置上面 听起来那个声音才是会让人感动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说啊 一定要什么样子的设备 对 反而是你找到适合的空间 适合的人 然后当下那个情绪是适合的 是 他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 对啊 变成是一个可以在每天享受的 对的一件事情 对 好 我们准备再来听一首歌曲 一样是小高哥推荐大家的 来自我很喜欢的小号手 Trey Baker 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I've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小高哥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 向你推荐的原因 Trey Baker其实算是我自己 也是Trey Baker 其实他们也是 我算很早开始接触 听听Jazz 尤其是有Vocal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店里面 也有收了 尽量去收了 收一些Trey Baker的作品 是 或者说是像Beal Events 我也很喜欢Beal Events 对啊 尤其是这些 这个音乐家 他们在早期的作品 跟比较晚期的作品 真的风格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啊 所以你可以在小高哥的店里面 这个垂直聆听 从年轻听到老 这样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爵士知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简世民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了我们 我自己认为算是台北的 很秘密 值得享受的吃茶场所 烟花 我们邀请到小高哥 再次欢迎小高哥 是 好回来了 我们来好好聊一下烟花好了 烟花有一个合作社的概念 尤其现在空间这么大 其实当中呢 有很多品牌 都可以在这几个空间里面看到 也可以看到呈现 我们请小高哥介绍一下 我们烟花合作社的社啊 其实是防射的社 对 合作是取那个时候 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大家互相的帮忙 所以一开始啊 我们又有一些冲绳的朋友 他们的咖啡店 或者说像有冲绳的桃艺家啦 或是磕石头的雕刻师 雕刻 的作品 那个时候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过来 我们希望说他寄过来以后 我们去协助他做一些贩售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部分是身边朋友的一些创作 不管说是音乐啦 书籍啦 或者说是像有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他自己会做果酱 果酱啊 我们就也是在店里面 看可以的话 互相帮忙 去做销售 或者甚至成为我们店里面的一些商品 所以我们在店内 其实除了很好听的黑教之外 我们有非常好的小高哥 本人的咖啡 还有很多这些其他品牌 有趣的东西 对 都会在这边呈现 但现在听说我们新的红烟花绿烟花当中 至少有三个咖啡品牌 同时存在 像目前我们在这红烟花是一二楼的空间 对 那平常我自己会待在这边 那三楼啊 是有一个新的品牌叫远景俱乐部 远景俱乐部 远景俱乐部其实两千年左右啊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那时候很流行古巴的音乐 对 记忆哈华纳 对 那他们在表演的那个空间啊 其实就是一个club 就是那个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是 那我们三楼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伙伴 叫吉哥 吉哥 对 他想要把当时那样子的一个氛围 在三楼可以延续下去 哦 重现 对 一个古巴气氛 对 那古巴以前 大概1940 那个当初那个专辑里面 大概都是1940年左右的歌曲 然后当时来台湾 都是一些拉北拉嘛 他们来唱 可是就是很有味道 嗯 那现在其实团圆剩下的好像是 剩下两个而已 哦 是 对 那他们那个时候在那边唱歌 最主要就是因为古巴人生活很辛苦 嗯 那他们工作完了 忙完了 他们需要到酒馆里面去放松 然后忘掉一些白天不愉快的事情 哦 也是生活的寄托啊 是 对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红烟花的三楼 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感受的空间 嗯 那边的主人就是 空间的主人就是极歌 极歌 对 他就是 也有他自己的特条 咖啡啊 然后有一些酒精饮品啊 是 然后你可以搭配这种古巴的风情 是 然后听着好听的专辑 是 对 这在三楼的部分 三楼的部分 嗯 那另外原本的我们在三十把号的位置啊 是 是 是绿色的空间 对 所以我们为了跟现在三十七号做曲歌 我们才称作红烟花跟绿烟花 是 那绿烟花里边啊 我们会包有一些原本原话的元素在里面 嗯 包括说里面有放唱片啊 包括有一些白诗啊 嗯 那但是那边主要的话 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 五庙咖啡嗯 他会在那边呃 等于说是主导整个空间的运作 哦 是 五庙以前是呃 算是移动式的咖啡品牌 五庙的话 他其实是原本是一个咖啡脚拉车外卖的品牌 对 那他之前会在比如说清水原主寺庙啦 嗯 或者在一般的市集会去出没 对 然后他在路边冲咖啡给大家喝 是 对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让我们聚在一起 大家互相帮忙 嗯 对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 呃 绿燕华的空间就变成是他的一个舞台 是 对 那他也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 嗯 比如说像现在天气开始慢慢要转热啦 是 他会设计一系列的咖啡的刹冰 咖啡刹冰啊 对 太好了 他会从台湾传统的一些冰品 可是去加入咖啡的元素 是 比如说他有一款是叫做四果 四果 四果 你记不过小时候我们会吃四果冰 但是你现在很少看到 嗯 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蜜剑啊 汤水 对 然后他再去跟咖啡做结合 好可爱呢 所以大家夏天可以吃冰了 对 夏天如果天气了走到大高层 呃 觉得说想要找个地方坐一下 嗯 又想要吃一点冰冰凉的东西 对 就可以到我们的绿燕华 太好了 是 我自己之前对吴妙的印象是他常常做一些创意的特调 嗯 没错 对 不是只有传统的冲煮咖啡而已 是 对啊 他之前做那个外带的瓶装嘛 对 也是喝起来真的很像调酒或者是无酒精的调酒 这样 对 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说到吴妙这边来 对 体验他的创意 对 因为我们有三个空间 嗯 他就会有三个不同的想法 是 对啊 大家可以一次等于说在这个区域就看到三间店 对啊 嗯 那再回到这个小高哥的咖啡好了 对 今天都还没有好好聊 之前我们在一席的时候 那时候很有名的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康宝兰 是 但是后来你把一席结束了 那康宝兰的这个recipe 是 你就分给了很多家店 哦 对 我刚刚有提到就一席这个店 它是一个很临时出现的空间 是 那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我可以使用多久 嗯 那个店可以开多久 是 所以在后来真的决定要结束的时候 哇 身边就有一些咖啡同意的好朋友 对 然后我也是拜托他们说 哎 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这个饮品延续下去 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些分配 哎 你你你花生的康宝兰 你你你草莓的康宝兰 你你威士忌的康宝兰 对 那时候大家都很愿意支持这样的想法 也都很愿意帮忙 是 对 他就变成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了 是 大家还会去收集说啊 我没有喝到小高哥的什么口味的 那我要去哪一家店我才喝得到这样 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口味是芝麻口味 芝麻对啊 可是芝麻的奶油啊很难保存 对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园景俱乐部他上一个天结束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把那个芝麻的口味送给他 所以啊他现在在我们三楼就又让那个口味有可能是复活了 复活了 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没喝过小高哥这个芝麻抗宝兰的可以在楼上园景俱乐部喝到 那现在的烟花呢我们现在烟花有哪些特别的饮品 嗯 烟花的饮品 这讲起来有点兴趣 因为前几个月我都一直在忙着空间的准备跟整理 对 所以其实饮品还是延续之前的一些概念跟想法 嗯 对那将来等到店里面比较稳定 我才会再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新的尝试 对 我自己是很惊喜有喝到就是在原本绿烟花的位置 是 我有喝到很像在东京喝到的那种就是浓的深焙咖啡加上鲜奶油 是 这样的组合 对所以小高哥也准备了这种就是 比较复古的味道 复古 没错是复古的味道 对啊 就觉得很好喝 然后也有一些季节性的这个饮料 对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回来再请小高哥多介绍一下 即使没有什么新的 但对我来说每一杯都很新 来我们先听一首歌 这个大家对于Mile Davis的想象可能都是比较前卫的 比较新潮的 但小高哥推荐的一首 听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它是Mile Davis里面最抒情的一首曲子 真的非常抒情 然后很适合你听到就想说我的咖啡呢 赶快找一杯来 一边喝一边听这样 对歌名叫 It Never Entered My Mind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简世民 再次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是在大稻城的烟花的创办人小高哥 来吧回到节目了 我们要请小高哥稍微再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烟花的饮品 我个人很喜欢樱花季节和那杯樱花 樱花的维也纳 维也纳 刚刚就是提到说一起那边是以抗宝兰为主 然后都分出去给大家 我自己不大可能说开醒的点再跟大家再摇回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改变一个想法 如果我不是做抗宝兰 我来换成说做维也纳 然后也是可以做一些不同口味 但是在做法上面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里会有陆陆续续不一样口味的维也纳 我们曾经推过几个不同的口味 像有无花果的维也纳 有蓝莓的维也纳 冬天有草莓 那像春天的话就是樱花 樱花 然后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是我们走在达到人路上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素材 结合在地的季节性的素材 然后把它融合进去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跟达到城这个地方啊 有多一点的联系 因为毕竟现在店已经在这边老角 是是 所以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台湾的滋味 是 对呀 在这个维也纳咖啡里面 是 维也纳的材料有用到酒吗 会看 像我们之前有做一款是蓝莫酒的维也纳 它里面确实就是有用到加拉比海的蓝莫酒 是 所以不一定每一款这个看它的属性 对 有的有酒有的没有酒 那除了维也纳这个算是特色 而且会根据季节做变换之外 我们还有哪一些饮料可以供大家选择吗 像店里面其实有咖啡类的饮品 也有非咖啡类的饮品 那有酒精也有就是说完全无酒精的饮料 是希望说 让不同年龄层或是有不同属性 或是有不同需求的人来到这个空间 都可以尽量被满足 喜欢咖啡的人走进来都会很开心 对因为小高哥的这些创调组合啊 都会让大家觉得很惊喜 对就特别好喝 虽然我平常可能在别的地方 我都是喝这个手冲啊 对但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尝试看看 你如果在美女上面看到什么特别的 你就点来一定不会失望 对啊甚至连甜点 甜点也是好朋友呈现的 甜点对 也是身边的好朋友 包括我们的咖啡豆啦 包括甜点啦 还有店里面的一些商品 其实都是从身边 好朋友身边去找到的一些好 很棒的东西 是是 其实从小高哥的身上 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品牌精神 真的很多合作在里面 对就是无论是我们提供的这些餐饮服务啊 他都是来自各个职人 大家的想法 然后甚至是客人们之间 小哥哥也是很乐意介绍大家成为这个未来的合作伙伴 是 因为经历过疫情啊 其实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说 嗯 在疫情的一段时间有很多大家都很独自辛苦的去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那现在疫情过去了 更改是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协助的一个就是迎接一个新的时代这样子 的确是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对啊 如果想要交新朋友的话 对可以来这边喝一杯好喝的饮料 然后听好听的音乐 甚至交到新的好朋友 对我们想说小高哥这个店内应该陆陆续续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对刚好最近有一件这个也算是特别有趣的小事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请小高哥 其实我觉得开咖啡店就是会有很多很利己的一些feedback 对可以让你有不断的动力往前 嗯 那现在在讲的这个就是最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其实我一直是他的书的粉丝 最近有有一个作家叫瓦丽 瓦丽 对他第一本书叫瓦丽唱片 是 那现在刚好是他第二本书 他这本书的书名啊叫做那一夜莫扎特有人在敲门 哦 对 那里面都是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算是短片的文章 对那出来以后到现在其实在喜欢听音乐的那个圈圈里面啊 已经有得到相当好的一个回响 是 对那我们当然也是很喜欢这个作者很喜欢这本书 所以希望说在店里面啊是可以帮忙去做一些推广 是 在还没有购买的人 他可以透过我们的空间知道这本书可以去购买 哦 所以你会在店里面放一本让大家阅读吗 一本阅读 然后我大概有进了大概前后有五十本 就是你只要来我店里面买这本书 我就请你喝一杯咖啡 哇 那表示说我们对这个作家的一个支持 是是是 听说作家本人也到电话去喝咖啡 其实他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表明身份 是 他只是拿着新的书啊在店里面拍照 哦 然后我还我还不知道他是做什么 是 我就还把我收的那个第一本 我说拿出来给他看说 哎我有第一本 可是这本我还没有买 对 还没有买第二本这样 结果他回去po文我才知道 哦他就是瓦里 哦 嗯 他要是知道就是小龙哥在店里面 这么大力帮他推广 他现在应该很感动 我们其实都都有在保持联络 是是是 我也会一直希望说是不是可以 可以帮忙之外 可以帮大家加油大大气 哦 对 那还有一个是一个赖医师 是 对 赖医大 那也是我有访问过耶 是 他最近的书业初啊 对啊 他是在讲声音 是 对 好声音整聊室 好声音整聊室 对 那他跟瓦里也是好朋友 所以第一次他们来的时候是一起来 一起来的呀 哇 那我要这个下次要联络一下 对我们也要邀请这个瓦里来到节目中 可以 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书 是 对 也有很多这个画家 作者啊 大家都很喜欢烟花 谢谢 是啊 所以常常你可以在这边跟一些文人雅士不齐而语 我们可以这么说 也不一定都是文人雅士 也有各行各业的 各行各业的 对各式各样的这个故事都会在这 对 所以假如你喜欢听音乐 喜欢喝咖啡 对都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烟花 对地址呢 我们就在请小高哥 滴花街一段四四项 然后红烟花是在37号 绿烟花是在38号 38号 那远景的话也是在37 对在三楼 三楼 对那这些新的消息啊 是 饮品啊 交流啊 我们都可以在粉丝专页 没错 对可以看得到 对 那这个如果要前往的话 随时走过去都可以 是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休假的日期 那我们都会三个品牌会戳开来 是 对 尽量不要让大家来的时候扑空 对 那但是我们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个休息跟准备 是 所以等于是说你走到这里三个品牌会轮流给你最好的服务 没错 是 好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这个小高哥推荐的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 对 这个Kiss the rate I love you Porgy 对呀 推荐的原因是 嗯 其实他是出自于一块专辑 是 然后就是那个 The melody of the night with you 嗯 那一年啊 其实是他生了一场大病 是 然后没有办法出门 替太太买夜叹节礼物 他在家里面自己录的 嗯 原来如此 有一些听音响的朋友 他们会觉得那块录音好像不怎么样 对 可是我自己觉得 他的内容其实是很动人的 是 是 因为他的 就是演奏的当时 那个心境 特别不一样 这一块唱片我大概前后买了有三十块 三十块 为什么 哎 我自己收两块 对 但是身边几乎有在听唱片 不然我都会送给他们一张 啊 我有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 是 我就说 哎 因为哪一天如果说我自己走了 我也不要办什么告别事 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听这一款传奇 哇 太重要了 对这个对小高哥来说非常具有意义 也很推荐大家来聆听的 今天就在节目的最后来分享 对 跟大家说晚安了 我们再次谢谢小高哥 谢谢 谢谢思密邀请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下次可以在店里面 来听这张专辑 好 是 一起来听听来自Castory的歌曲 我们晚安 拜拜 拜拜